传奇GS8很多人都不陌生 作为国内最早的一批中型SUV 从2017年上市至今 它的生命力和表现都非常的不错 和它同期的荣威RX8长安CS95相比 传奇GS8的表现也是最好的 近日传奇官方发布了一款传奇GS8S的官图 该车与GS8有着高度的相似 其实GS8S去年就在工信部进行了申报 它应该算是GS8的迷你版本 GS8S在整体的外轮廓方面与GS8差不多 但车身尺寸缩减至了4740×1910×1775毫米 轴距也从2800缩减到了2720 这个尺寸和传奇的GS7倒是差不多 该车的前脸使用了GS8萌娜丽莎版的造型 树向的隔山让视觉效果更为霸气 尾部的造型也比现款的GS8更复杂 立体感更强 至于说动力方面 8S也会搭载2.0T的发动机 功率252马力 扭矩390 与GS8完全相同 传动系统则会匹配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内饰方面目前没有太多的信息 但预计GS8的内饰被更换的几率很大 GM6上所使用的双连大屏会成为新的风格 GS8S由于尺寸小 因此其价格肯定会比GS8更低 13万或许会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新车预计不久就会正式上市